我在找一个味道 一个记录自己生活与个性的味道 香味是一种人生的回忆 用味道来唤起我的生活 用味道来展现我的个性 气味让我想起某个人或某些事 甚至是停留在某一段生命中里面的场景 嗨大家好我是小杜 那很久没有来做开箱了 那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呢 是一支我新买的沐浴用品 要跟各位分享的是这个 这个是来自英国的高级的一个香氛的品牌 叫做潘海利根 潘海利根 那我这次入手的是这个 这个是皇家橡树的沐浴用品 就是洗澡洗身体洗手的这一罐 叫做Coccus 对 然后我这次买的这一罐啊 它的容量是300ml的大小 它的颜色就是这种带一点鹅黄色的颜色 我第一次闻到这个味道啊 我就觉得 这个味道 蛮干净的 蛮多知名的一些酒店 像文化东方啊台中林酒店 他们饭店里面所使用的沐浴被瓶 就是你洗完澡之后呢 就是它的味道是蛮清新的那一种 然后它是柑橘掉的那个香气 对 就是味道来讲 我觉得是蛮温和温顺的那一种 就是那种很有质感 那种就是高雅的味道 这个我蛮推荐大家都可以 就是用看看这样 然后各位你们如果说去柜位上的话 它那边很多那个 可以让你试文 就是柜哥柜姐都蛮亲切的做介绍啦 那因为潘海利跟它的单价是比较高一点点 我这次就是先买那个沐浴胶来试用看看 如果说它真的还不错啊 我也洗得很习惯 我就会就是改买它们的香水这样 然后我也顺便跟各位就是好朋友分享一下 我目前在我心目中排行榜第一名的沐浴胶系列的啊 就是一样还是JOMALONG 就是我目前有这些 就是回购很多次了啦 然后像那个清零罗勒与柑橘啊 还有它的那个琥珀与熏玉草 跟那个伯爵叉与小黄瓜 那一款的味道我也是超级爱 那我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买这么多JOMALONG系列的沐浴胶 我比较后悔的是这一瓶 这一瓶我目前是 就是那个就是放在浴室然后拿来洗拖鞋这样 就是 呃它是黑莓与月桂叶 它味道其实不会不好闻 可是我觉得它的甜味太重太强烈 然后再来就是说 我闻久了会晕香 就是闻到后面会有一点点头晕那一种 就是但是 喜欢它的人其实很喜欢 但是这一款我觉得我比较抱歉是 我不会再回购 但是它的味道是好闻的 对 然后另外一款我也很推荐 这一支 对这就是不用再多说啦 因为之前的那个影片已经介绍非常多次 这就是ESO的那个 天竹腿与身体杰弗露 这一罐啊也是柑橘雕 你会发现 其实我种过的沐浴产品系列啊 全部都是柑橘雕 像这个 帕海利根柑橘雕 然后像那个JOMALONG啊 清零罗勒与柑橘 这个也是柑橘雕 然后像琥珀与薰衣草这一罐啊 会让人家觉得你是一个很好亲近的人 对这是我第三次回购 清零罗勒是我回购率最高 然后这个是我第二名这样 这一罐也很 爆炸 那各位朋友如果你们有其他沐浴产品系列要跟我分享 或有推荐啦 欢迎在底下就是留言可以让我知道 那喜欢我的影片呢 欢迎就是帮我按赞订阅加分享开启小铃铛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啰 拜拜